大家好,我是唐山装油,大崔 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房子是不需要做设计的 今天这个视频呢,可能会得罪一些设计公司或者说设计师 咱们呢,来简单说说 因为现在很多装饰公司会推出免费设计 大崔这块没有 我这块呢,没有免费设计 要设计,您就付费 咱们正经发本的 给您出图,设计图,施工图,布局图,水电图 各项图都给你出完了之后 按照图纸施工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直接拿着图纸 工长呢,就可以按照这个图纸直接走下去 不需要你问你夜路 这样的,瞧着真正的设计图 如果说,你不想做设计 也可以啊,不想做这些整体的 给你做一个CAD的一个布局规划 也行 但是,免费设计没有 如果说,您打算做免费设计的话 我觉得啊,您没必要做 或者说,您想看一看 倒是也可以啊 这个,反正您也没什么损失 但是意义性不大 几种方式呢,不需要做设计 第一呢,您的户型比较完整啊 就是说,您是三室或者两室的房子 比较规整的 然后呢,没有太多的改动 没有太多的拆改 主要集中在厨房卫生间 以及就是我们的冰箱洗衣机的位置 等这些没有太多的变动情况下啊 您就不需要做设计啊 做出设计也那样啊 设计不设计,没什么区别 第二个呢,就是您的那个 已经啊,就是说你们小区 或者说同样户型 你已经有了很多的参照 或者说同一个小区这个户型 他的图值已经出了啊 已经给你了好几份 你也没必要做设计啊 参照做就行了 还有呢,这两种情况都满足的情况下呢 本身你对设计的要求不高 也就是说你没有那么高的一个 这个非要做出什么花样来啊 个性实用啊 为主这种呢,你就不需要设计 因为啥说呢啊 现在呢,家具基本上是定制啊 定制的时候呢 他会给你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 所以说整个屋的设计呢 基本就出来了 说这个啊 原因呢,也是告诉各位业主啊 免费设计呢 这只是一个啊 简单的一个手段 如果说您想自己把自己的房子规划的好一点 可以选择自己设计也行 搜索什么库家乐啊 像这些软件啊 超级多 你就直接搜索免费设计 咔一下就能输出很多的软件 特别多啊 特别多 自己都能完成 现在一些免费设计 他们都是用这些软件直接给你搭配啊 半个小时就可以给你做出设计 你觉得能有什么作用吗 好了 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我是崔 观众朋友们有个细节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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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